上帝的话语是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的话语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的话语让我们一起读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 个人与临社说实话 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阿们 这时间我们将要听 与圣徒说实话的基督徒为主题的讲道 这时间让我们为了监督和听坏的我们的灵魂一起祷告吧 我能js党 一次讨论 我能听你一些心灵魂的信仰 彼此经的期望 那么在来说实话 也优优优优优优都 它随归对说实话 那些信者就之后 今天仲散的言证 更多我们的信心 和声修辘语 和归相应 来说实话 也怒 我能听到 在父母中的心灵魂 注意的 porque 下面提供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圣洁的主日 我们愿意领受你赐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的话语 求你感动仆人 求你把你的大能赐给我 当我释放话语的时候 求你来大大做工 也求你与圣徒们同在 求你也感动他们带领他们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的上帝 按照自己的形象 新造了我们 让我们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并且让我们以真实的 崭新的心和行为来服侍教会 特别是作为教会的肢体 上帝希望我们彼此之间 以真实的心彼此服侍 这种样子 这种样子与世上教会之外的世界 是完全不同的 在人类社会中最堕落的现象之一就是 许多人 许多人总是说谎 谎言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的手段 换句话说 谎言是生活的一种方法 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诚实 就有可能遭受亏损 相反 不得不说谎 而且 说谎成为保护自己的手段 类似的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如战场般的世界中 为了生存 还想让自己的生活 对自己稍微有利的话 还得学会说谎 需要具备说谎的能力 我并不是在建议大家这样做 只是描述这个世界的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把说谎 视为一种小事 不以为意 认为这不是严重的错误 所以根据情况 人们可能会选择 更大的谎言 这样的选择 实际上 对每个人来说是开放的 每个人都准备好 在各种情况下 做出选择 问题在于这种行为 成为了 日常生活的方法 为什么这样做呢 这是因为人们试图通过 欺骗人获得某种利益 欺骗的形式也有很多种 例如 有些人会通过 多种手段 让情况看起来有所不同 诱导别人 以便最终获得 物质 地位 或者是 权力等 说谎的类型 不仅仅包括 言辞上的虚假 还有其他更广泛的 形式 比如 做一些不打算履行的承诺 有人会说 我一定会做到的 请放心 但最终 既不对线承诺 反而做出相反的行为 还有一种是 恶意奉承 通过说一些 不真实的话来取悦他人 从而获得利益 物质 或者权利 还有一种非常恶劣的 形式 是挑拨离间 离间别人 通过对某人说坏话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或者通过贬低 他人来提升自己 这种行为非常恶劣 还有 将自己的责任 推给他人 掩盖自己的恶行 让他人承担责任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人 只是为了抬高自己而努力 这些都是谎言的一种形式 有些人 会比较少说谎 或者即使说谎 也只是较轻微的谎言 然而 也有一些人则 正好相反 他们说谎的频率 非常高 而且谎言的程度 也很严重 问题在于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 将谎言 作为日常生活的工具 也就是说 他们将说谎当作一种常态 像是打开了一个开关 随时准备 随时启动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们的谎言技巧 也越来越熟练 变得非常擅长 说谎 跟随这样的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的问题在于 很多人说谎 已经变得非常容易 对对方造成的伤害 也毫不在意 这使得 这个世界上的生活 对人来说变得极其的困难 这种虚伪 导致生活困难 不仅在教会外面 在教会内部也是一样的 谎言是 是教会不幸的 最常见的因素 人们总是带着谎言 必要时就使用 在日常生活中 谎言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没有关闭开关 始终保持的开启状态 谎言是搬运所有罪恶的载体 是加强罪恶 并掩盖罪行的效果 同样的恶行 通过谎言的手段 效果可能会放达几十倍 因此 恶行总是依赖于谎言 虽然这个谎言 在世上生活 求生可能会有效 但这样日常 常常这样说谎 显示了 显明了世界的堕落 谎言是 这世界堕落的证据 虽然在这个世界上 谎言可能被 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 但在上帝眼中 谎言绝对是恶行 上帝绝对不会容忍谎言 谎言有多种类型 其中出于恶意的谎言 会受到审判 信耶稣之后 行的恶意的谎言 会受到审判 通过谎言 进行的恶行 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首先 谎言的恶劣性是 显而易见的 它会对林社造成伤害 谎言首先 威胁到林社的生存利益 生存权利 有些人可能 并不渴望巨大的幸福 他们只是希望 得到一些简单的幸福 但即便这些简单的幸福 也可能被谎言践踏 因此谎言之所以恶劣 是因为它破坏了 人们的幸福 谎言是人类堕落后的 一个显著的特征 人类存在的地方就有谎言 然而 社会中的谎言 层层叠加 谎言之上 还有更多的谎言 如果这个世界上的谎言 一夜之间突然消失的话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社会将陷入极大的混乱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像 棉核剂一样 以谎言相连接 如果谎言突然消失的话 所有有机连接的系统都会崩溃 国家之间 社会之间 企业之间 将会爆发巨大的冲突 可能会爆发全球战争 整个世界将陷入大混乱 这是因为一切都与虚假的 谎言连接在一起 当然 并不是所有的谎言都是坏的 也有例外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谎言可能并不坏 决定谎言是否恶劣的 不是看言语内容是否事实 而是看这个背后的诚意 谎言成为恶行的情况是 当说话的动机和背景 是恶意的时候 才适用的 因此也存在善意的谎言 我对此 是持支持的态度 在我们的社会中 父母 通常不会对孩子们说 我很疼 我快要死的 我太痛苦了 我快要死了 许多父母 其实自己真的非常的痛苦 疼痛 也不会这么说 他们可能会选择 我没事来安慰孩子 尽管家里情况非常困难 也不会说 情况很严重 你能帮忙吗 而是以一种更积极的方式说 我没问题 难道这些是谎言吗 这些行为并不算谎言 而是为了维护家庭的和谐 听话人的幸福和安宁 或是为了鼓励对方而采取的善意行为 因此这种谎言是可以被接受的 比如父母问孩子 你有什么事吗 孩子不会说 都怪父母 我失败了 而是说我没事 这并不是谎言 而是一种善意的隐瞒 因此 评判一个谎言是否恶劣的标准 不在于是否符合事实 而在于说话时的意图 是否是善意的 然而怀有恶意和恶劣动机的谎言 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生活中 使人生变得极其艰难 在这个世界上 可能人生就是最困难的事情之一 因此我们的人生道路常常充满痛苦 悲伤和恐惧 不幸 往往是由于谎言造成的 一切不幸都与谎言连接 这些虚谎的现象 正是人类失去上帝的形象的证据 这是人类堕落的证据 事实上 这种失去上帝的形象的堕落性 将被扔进地狱国里 如果人类没有迅速采取措施 将会一起被扔进地狱里 因此 基督徒 尤其的应当明白这种严重性 避免做出恶意的谎言 以恶意进行言语攻击 是对拯救我们的救主的恩典的极大的亵渡 祂是那位为了我们的幸福而舍弃自己的幸福 为了拯救我们而承受痛苦 付出生命的恩主 恶意的谎言是对他恩典的极大侮辱 因此 在教会中 我们绝不应该说谎 这正是得救之人的凭据 我们可以大致地 将这个归入以下的类别 就是良善 真实 温柔和谦卑 这些特质就是基督徒的标志 是得救之人的凭据 有些人可能会说 为什么总是讲道德的内容 并且认为强调这些是人们主义 这种看法 实际上是对基督福音的直接反对 基督教的这些教导并非 是道德规范 而是基督教真理的本质问题 如果有人说这是道德问题 那就等于说 我要歪曲基督教 我今后要继续犯罪 我们这是顺服主的命令 走主所指引的道路 是让我们走耶稣这条路的主的诫命 大家知道真理这个词的意思吗 真理这个词来源于真实 它的意义 真理的意义 是什么呢 90% 就是指真实的 因此 真理意思的含义 实际上就是真实的意思 换句话说 真理与真实是相同的 两者的词源是一致的 如果有人说道德不重要 认为真理是神秘的 隐藏的 需要探寻的 那就完全偏理了真理的本质 真理并不是神秘难解的什么东西 而是与温柔 温柔 谦卑 爱 关怀 忠诚 真实等美德相关的 因此 真理 与这些 德行是平行的 所以 不在真理的人 自然不会真实 自己里面若没有真理 就会是自私的人 没有真理的人 会为了自己的私欲 而不惜伤害他人 真实和道德 事与真理在同一条线上 是同样的脉络 基督徒 不能成为恶意说谎言的人 虽然有些谎言可能被认为是善意的 但恶意的谎言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因为我们已经 抛弃了虚谎 真实和真理是一致的 他们与我们的新本性 非常的契合 而谎言 则与新本性完全不符 是主所不接受的 如果我们在教会里放任谎言不管 那么 我们教会将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困难 这种严重性难以言喻 如果教会中没有上帝的恩典 只有冷漠的竞争 和相互的牵制 那么教会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如果有目道友来到了我们教会 这个新来的灵魂 在世上经历了很多痛苦 经历了世间的严酷尖锐 和无情的环境 受到了很多痛苦 疲惫 没有依靠 世上肯定会有很多这样的人 如果这样的灵魂来到了我们教会 得到了上帝的爱和温暖的怀抱 那会是怎样的情形 不是说上帝会亲自降临 像伟大的耶稣那样来接纳他 而是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我们需要去做以爱来接待 但来到教会里得到的确实严厉的目光 互相打量冷嘲热讽 那他会觉得怎么样呢 他会想 哇这个教会不真好吗 不 他会心里受伤 最终离开教会 但如果我们以爱来接纳他 以真实的心 对待目道友的话 不像世人那样对待他 即使我们自己受到亏损 我们也以宽容平安和自信的态度 对待他 并且没有偏见 充满温暖 那么他会不会想要在这里休息呢 他会感受到温暖 感到想要留在这里 不久之后 这些人会说 我愿意为主而死 我愿意为主而活 我们是已经定死在主的十字架上的人 我们看到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 所以大胆地把自己给埋葬了 这就是我们已经受的禁礼 当基督受死的时候 我也死了 当基督活的时候 我与他联合 实际上我也复活了 这将以永恒的复活在末后显现出来 主不仅今天拯救我的心灵 而且是永远拯救了我 主除灭了我的不幸 将永恒的幸福赐给了我 这就是我们需要让来到我们教会的人明白的 感谢上帝 这才是真实的 这就是真理呀 这个人应该拥有这样的告白 但是我们若以无法理解的真理来教导 以冷漠的态度对待木道友的话 他们都会离开教会 这样的话 我们教会将面临危机 什么样的危机呢 生存的危机 教会不会自然而然的生存下去 我们是上帝的产业 我们必须努力做工 才能使教会能够生存下去 我们不仅要祷告 还要做工 教会也需要经营 教会里的羊要勤奋地吃草 勤奋地喝水 还要剪毛 去皮 去肉 那些可爱的羊 要成为主的喜悦 愿凡来到我们教会的每个灵魂 他们抛开世界 踏进我们教会们的灵魂 希望我们教会对他们来说是上帝的祝福 他们因我们而蒙福奉主的名祝福 我们都成为这样的教会 哈利路亚 上周我们分享的话语是 要穿上新人 我们成为了上帝全新的被造物 这新人不是在旧人的基础上改良的 而是上帝把属于自己的种在我们里面 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 被造的 是上帝将自己的复制给了我们 那么这样被造的 我们的新本性是什么呢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所以我们现在要穿上新人 新人 无法穿在旧人上面 必须要脱去旧人 才能成为新造物 这就是上周我们所分享的内容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将接着上周结束的部分 开启一个新的系列 到上周我们分享的是 相当于整个第四章的内容 重点分享了 作为基督徒这个身份的 我们所应遵守的最重要的基本原则 也就是新的生活原则 而从今天起 我们将分享上帝向我们发明的 实际生活中更具体的特定事项 他首先命令的在现实生活中 更具体的话语的主题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就是要弃绝谎言 个人与邻舍说实话 对于按照上帝的形象 以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被造的信任来说 最先被要求和展现出来的品质就是 说实话 行真实的 说实话是与过去的旧人相对立的品质 是与谎言相对立的行为 在这段经文中提到了 我们的谎言 要弃绝谎言 要弃绝谎言 谎言 这意味着不仅仅是指语言上的谎言 而且是包括 所有形式的虚假的行为 比如欺骗 我们常说的 阴谋诡计 虽然不一定是直接的谎言 但却是逐渐 逐步地 编制而成的虚假 为此做铺垫 试探对方 捅一下 试探对方 这种行为都是谎言的一部分 我们要弃绝这些谎言 要开始说实话 是这样的意思 格罗西书三章九节里 我们可以看到 弃绝旧人的 人的第一个行为就是 说实话 停止说谎 是弃绝救人的第一个表现 弃绝谎言 就按字面意思理解 弃绝 脱掉 今天的经文 以所以开头 因此 根据直到上周 我们分享过的 那些重要原则 也就是 因为这些这些 所以 今天的内容就提出了 我们理应遵守的 我们理应遵守的 具体的 期望 理应如此 理应要这样做 因此 我们既然已经脱去了 因私欲的迷惑而 渐渐变坏的旧人 首先就 要求我们 弃绝谎言 与过去 旧生活方式中的谎言 相对立的 正如今天经文所说的 就是具体的来说的话 就是说实话 这个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 说谎的人 不能去天国 圣经中 有句话说 不能承受神的果 这句话 意味深长 因为这 不仅 关系到 能否进入天国的问题 还涉及到 在去天国之前 今天 是否能够 做上帝的 功 这一问题 也许 有的人在这世上 可能 不会被允许 做主的功 这句话 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信徒 也常常陷入 罪中 信徒 也会 撒谎 说谎 事实上 没有人 不说谎 这已经成为 我们的习惯 有时甚至是 条件反射 从小 人们就学会了 说谎 因为认为 这样才能生存下来 兄弟姊妹多的人 在这方面更在行 兄弟姊妹多的人 到了十岁左右 就会很 很好的知道 如何在这个世界上 生存 所以年龄越大 人们就越能 抵御 这个世界的 谎言 攻击 这种 抵抗力和防御力 也随之 也随着 年龄 增强 人们没有反思 这个社会的 堕落本质 和人类的 可怕之处 而是继续 继续说谎 那是人们 共同学来的 是从恶人 那里学来的 问题在于 即使在信了 耶稣之后 仍然把 说谎 视为自己 习惯的一部分 继续说谎 这样的人 按定义来说 就不是基督徒 还有那些心里 不断想着 要欺骗别人的心 有的人不是 常常在教会 生活中 议论纷纷 背后说人吗 他们随时准备 说谎的开关 是一直打开的 24小时 不停地运作 如果一个人 持续 从这种 想要欺骗的 心态出发 不断地 说谎 那么这个人的 状况是 非常严重的 谎言 也包括 夸张的 情况 此外 混合 真实的话 和谎言的 也有 有些人 先说一些 实话 让人觉得 哦 这是真的 然后再 悄悄地 夹杂一些 谎言 这样人们 就会认为 那应该是 真的吧 于是很容易 上当受骗 因此 善于 说谎的人 会 先说一些 正确的话 然后在其中 夹杂 谎言 到最后 人们就会觉得 那些谎言 也是 对的 这反映了 人类非常脆弱的心 以及容易上当受骗的 薄弱的防御力 在日常生活中 习惯性 说谎的人 那他本身就是 虚谎的人 这已经成为他的性格 这正是圣经所说的 主耶稣 所指的 魔鬼儿女的特征 耶稣称他们为 撒旦的儿女 撒旦的儿女的特点是 他们与撒旦相似 具有相同的基因 在什么方面相同呢 就是在说谎方面 此外 说谎的人 最终 也带有杀人的致命毒气 对于那些习惯 欺骗人的人 即使他们自称是信徒 也无法进入天国 而将永远灭亡 这是应许 圣经中的话语 必定会成就 启示录21章8节 这里没有说 不信者会下地狱 信徒不用担心 这样的话语 而是 以行为 来实行审判 信徒中 那些说谎的人 也会受到审判 我去教会啊 所以没问题吧 我已经悔改了 所以一切都没问题 不是说上帝 已经都饶恕我了吗 这些都没有用 如果你是个说谎的人的话 撒谎者 那就准确地入入这个类别中 经上说 和一切说谎话的 他们的份 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启示录21章27节说 凡不解禁地 并那行可赠于虚谎之事的 总不得进那城 这样的话 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冲击 这里说 总不得进那城 这里没有区分 信者不信者怎么样 而是 不管你信不信 不是讲 不是以这个来区分 而是说谎的人会下地狱 其实录 四四章五节里说 在他们口中插不出谎言来 这是指的是什么呢 这句话描述的是 十四万四千人 我们看到了未来 就是看到了天国 发现那里有穿白色细麻衣的人 这些人以圣洁的行为为一 他们属于羔羊 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口中没有谎言 刚才我们讲了关于真理是什么 真理指的是真实的 因此真理与谎言相对立 处于相反的领域 雅各书三章四四节说 也不可说谎 说谎话 抵挡真道 真理和虚谎是相反的 翻译词 经上说 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 叫他们信从虚谎 一边是虚谎 然后接着说 使一切不信真理 道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提撒罗尼加后书二章十一十二节 这样告诉我们 可见真理与虚谎 是相对的概念 是反对的 相反的概念 罗马书一章二十五节说 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 他们将真实真理变为虚谎 罗马书三章四节说 神是真实的 人都是虚谎的 人的虚谎 善于说谎的习性 与上帝的品性完全相反 神绝不能说谎 希伯来说六章十八节 这样说 圣经的各个部分明确地描述了 上帝品性的特征 尤其是他最核心的实相 神绝不能说谎 提多书一章二节说 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 所应许的永生 这样看来的话 我们之前看到 听到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就会认为这话语是极其深奥的属灵理论 让人头脑混乱 我们不要这么看待这个话语 而是要知道 主耶稣是真实的 耶稣是真理的意思就是 耶稣是真实的 耶稣是真实的 真理的圣灵 说到真理的圣灵的时候 我们应该知道 圣灵是真实的上帝 上帝的道就是真理 上帝的话语是道是复杂的 深奥的 不要这样想 而是要知道 上帝的道是真实的 这世上的人非常恶 那么具体怎么显出来呢 正是利用这一寸只蛇 来行恶 没有像舌头一样可怕的存在 人类的舌头 好比是什么呢 人类的舌头 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他的凶恶和毒性 就像地狱的火焰一样 然而有些基督徒 用口告白说 将荣耀归给神 哈利路亚 但内心却充满了欺骗 虚似和自私 进行政治操控 阴谋诡计 甚至使人倒下 挑拨离间 我希望这样的行为 能彻底从我们的教会中消失 用一张嘴来赞美神 同时用这张嘴来 审判 按上帝的形象所照的人 这种口舌的行为必须完全消失 任何人都是从自己心里所积攒的 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那些在魔鬼中积累的 而且来自于这世上的 在信耶稣之前作为撒旦的儿女时 积累的东西 那些都没有被丢弃 旧人没有被抛弃 如果真的抛弃了的话 连记忆都没有 就不会再显现出来 但是因为没有丢掉 受了禁礼之后 还是没有丢掉 既然受了禁礼 应该完全成为新照的人 像穿着白色系马衣的 新创造物一样出现 创造的本质是永恒的 但旧的还是显出来 同时还穿上了衣的衣服 却继续使用谎言 所以人们相信这样的时候 弱小的信徒 不防御的 温和的 充满爱与牺牲的信徒 都会被牺牲 这就是魔鬼进到教会里所做的 我们在经上的话语说 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十四节里面说 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有这样的话语 而这个在其他版本圣经翻译为 用心灵和真理拜他 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而别的版本里面翻译为 用心灵和真理拜他 这里的心灵指的是 人的灵说的 并不是指的圣灵 并不是指圣灵 指的是人的灵 人在上帝面前敬拜的时候 敬拜上帝的时候 是用灵来做的 是用心灵来做的 就是说人要用自己的内心 用真实的自我来到上帝面前 像奉承上帝一样 只在表面上做得好看 是没有用的 我们的心必须是诚实的 当我们来敬拜的时候 敬拜上帝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可以献上的呢 我们的心要专注于上帝 我们的内心要向上帝敞开 这才是关键 还有要诚实 我很喜欢这个词 人要真诚地 真正地带着真心来敬拜 在其他翻译版本的圣经中 这个词被译作真理 在上帝恩典的救赎事工中 上帝的一切律法 被称为真理 然而正如之前提到的 真理指的就是真实的 是上帝最真实的部分 人类最真实的部分 需要与上帝最真实的部分相遇 用这种方式敬拜 不是指在礼拜的时候这样 说上帝已经接受了 我已经成为基督徒了 下周再来之前 我都不用担心 就像给电池充电一样 不是这样的 我们无论在哪里 我的生活 我们都要做敬拜者 上帝并不看重我们是否出色 我们本身并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 我们所拥有的知识 我们得到了饶恕 得到了恩典 得到了上帝的怜悯 今天的经文实际上是 直接引用了撒加利亚书的内容 当然这也是贯穿新旧约的上帝的话语 但是今天这个经文呢 特别引用了撒加利亚书的话语 内容 这个是什么内容呢 圣经各个部分都有 都有先知 先知们看到 以色列人的堕落 不断地警告他们说 不行不行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你们会灭亡的 会灭亡的 看哪 先知们宣告 摘祸和咒煮 即使这样 他们还是没有警醒 继续犯罪 先知们还是不断地 试图唤醒他们 撒加利亚先知 对他们说 但是上帝并不是想要灭亡 灭绝你们 你们难道不觉得经历这些灾祸和咒煮痛苦吗 上帝是想拯救你们 让你们重新开始 让你们建造新的圣殿 上帝是想让你们成为他的祝福 所以你们要振作起来 重新站起来 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 接着说 个人与灵社说话诚实 谁都不可心理谋害灵社 这就是要求事项 这就是刚开始最初 对他们的要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撒加利亚书八章十六十七节的话语吧 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 个人与灵社说话诚实 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 谁都不可心理谋害灵社 也不可喜爱其假事 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物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个话语就是今天 今天经文里面说的 个人与灵社说实话 这样引用了撒加利亚的 撒加利亚书的话语了 这个状况跟今天的状况是一样的 非常令人惊讶的是 旧约圣经是无法舍弃的 今天的情况早已在 旧约圣经里面被预言了 现在你们将成为上帝的祝福 但是你们要说话诚实 不要策划 不要策划去伤害兄弟姊妹 我们就这样 我们从虚晃的领域里面进到了 真理的领域里了 现在谎言不再符合我们的本性了 雅各书三章十七节说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 先是清洁 后是和平 温良 柔顺 满有怜悯 多皆善果 没有偏见 没有假冒 当我们说诚实 不要说谎时 有些人会说 知道了 牧师监督 从现在开始 我只讲实话 什么都说出来 那样的话 这个可以吗 就像这个小标题写的一样 标题是 当然不是要把所有的都揭露出来 我想诚实 我知道的都要说出来 我刚才看到你挖鼻屎了 这样的事情 是不能全说出来的 有时候 保守秘密 也是一种真实 保守秘密来保护我们 这是真实的 而且我们也有保守秘密的责任 所以我们说的每句话 都应该出于善意 我们不说的 也应该出于善意 应该这样做 不能只是说 我没有罪 我全都说了 我舒服了 我说出来了 感觉舒服多了 可是这样的话 周围的环境 就会变得一片狼藉 全部崩溃破裂 一片混乱 而自己却说 我都说完了 我都说完了 感觉轻松了 这是不行的 我要诚实 然后对林社说 只是我讨厌你 这样的事情不能做 这是不真诚的 其实内心不喜悦 也可以说 只是你看起来很幸福 我也很开心 这是真实的 听到这话的人会觉得 这人怎么突然这样了 会这样 发怒吗 而是会感激的 所以并不是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 什么都说出来 我们关心的 不是是否说谎 而是有没有善意 是不是出于恶意 这才是要判断的 为了自我辩解而说谎 或者把真相抖出来 是不行的 这么做 不仅会伤害别人 也会伤害自己 最终导致自己也不好 林社指的是谁呢 林社 这个范围应该到哪里呢 可能有的人就觉得有点混乱 林社是指教会里的圣徒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的经文 里面特别的指出说 个人与林社说实话 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这样说的 因此说到林社 如果你走到教会外的世界 对别人说 啊 林社我爱你 遇到一个身后 别着厚厚的刀的混混 你对他说我爱你 他会怎么做 他说 什么 尝尝这个吧 然后刺你一刀 你怎么办 你还会说 刺吧 我爱你吗 教会里的圣徒 就是我们的林社 那么为什么是林社呢 因为我们在主的身体里 有着彼此互为肢体的身份 互相为肢体 我们彼此互为肢体 哦 我不喜欢 我只想成为主的肢体 不是这样的 我们彼此之间都是肢体 我是他的肢体 我成为了这个人的肢体 我是所有人的肢体 这正是今天的经文 所要传达的 我们必须诚实的原因 我们有很多理由要 摒弃虚假 并保持真实 今天我主要讲了中心内容 但圣经并没有详细 阐述所有的原因 那些过于明显的原因呢 并未提及 今天的经文所讲的理由是 我们必须诚实 我们必须真实 因为我们彼此互为肢体 是基督身体的肢体 因此我们必须 对彼此诚实 因为我们成为了新人 经文在强调我们的身份 今天的经文在强调我们的身份 必须要真实 要诚实 为什么 因为你的身份 我们的身份是 我们在基督里 被创造为新人 构成基督身体的我们 彼此互为肢体 我们的身份是这样的 我们被造为上帝的形象 的我们的身份就是这个 因此我们一起过信仰生活的时候 要彼此真实 彼此诚实 是我们的义务 我们不得不非常重视沟通 如果沟通 我们会面临严重的问题 过去我们教会几乎 肢体之间没有沟通 教会应该和谐地爱与帮助彼此 但是没有这些 所以作为教会的功能 无法正常地发挥 教会各个功能就被放任了 大脑也是我们身体的肢体 身体有很多的肢体 他们各尽其职 需要相互配合 假如大脑 看到一辆卡车在路上飞驰过来 大脑应该赶快发出警告信号 小心 卡车来了 停下来 大脑应该这样告诉腿 腿就会停下 避免撞车 如果大脑这个车快飞驰过来 大脑说我不知道 那么腿就会继续往前走 结果可能会发生严重的车祸 还有大脑应该要给我们提供信息 例如大脑应该告诉身体 这个热 这个烫 这个冷 如果在寒冷的冬天 大脑应该说要小心外面很冷 要穿好衣服非常冷 应该得这样 但是大脑却说 外面很暖和 这样的话 身体就可能在严寒中脱光衣服 躺在外面睡觉的话 最终会冻死 因为给了错误的信息 比如在洗澡的时候 这个水很热 但是大脑却说这是凉的 那么身体就会被烫伤 手放在锅里 大脑说这个凉块 这样的话 手就会被烫伤 这是不行的 应该给个正确的信息 再比如如果在转弯的路上 大脑收到眼睛的信号 这是转弯路 大脑应该警告身体 这是转弯路 小心 但是如果大脑没有发出这个警告 身体就直接执行的话 就会撞伤护栏 造成伤害 不断的这个 要信息的传达 必须准确 否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教会也一样 如果我们没有合作和爱心 不互相帮助 我们就无法生存 那只能是维持现状 但这是非常悲惨的状况 如果教会要真正生存下来 即使不期望快速增长 也必须在爱中和平地互相牺牲 合作如同身体的各个部分一样 否则就像麻风病人一样 没有感觉 不知道痛苦或冷热 无法接受信号 如果教会肢体之间不诚实 教会不仅会失去功能 还会在生存问题上遭受痛苦 可能在我们的圣土当中 就不会担心 有的人不会担心教会会怎么样 但是教会的存亡不是小事 我们必须为生存而斗争 这不仅关乎教会在地上的维持 更关系到我们是否能够完成 上帝赋予我们的天国的使命 上帝把事工教头给教会了 如果教会崩溃了 那么上帝教头的使命就无法完成 所以经常 以福所的四章十五节 这样强调说 我用爱心说诚实话 我们要说诚实话 也要做真实的事 圣经很多处这样强调 就如身子是一个 却有许多肢体 而且肢体虽多 仍是一个身子 免得身上分明别类 总要肢体彼此相顾 若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 若一个肢体的荣耀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 并且各自做肢体 哈利路亚 还有罗马书十二章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罗马书十二章五节的话语 我们这许多人 在基督里成为一身 互相联络做肢体 也是如此 以福所说四章十五十六节的话语 我们一起读一下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是长进 连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 百节各按各职 按着个体的功用 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哈利路亚 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圣经明确地这样告诉我们了 这个话语是任何人都不能撤回的 我们必须远离自私 不想沟通这种恶意的行为 还有调拨礼间的行为 调拨礼间不应该被忽视 互相调拨礼间 各自都加入其中 这种情况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不应成为这样的教会 而是作为新赵的人 成为陶主喜悦的教会 我们是主永远所纪念的 主说 你是我所爱的我的新娘 我的教会 我在 是我在宇宙中的骄傲之作 你是我的喜悦 愿我们的教会成为主的喜悦 奉耶斯明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让我们一起祷告吧 上帝啊 虽然我很不足 求你接纳我的灵魂吧 愿我们在教会中 彼此成为肢体 成为主的身体 一个令人自豪的主的身体 充满主的荣耀和恩典的主的身体 求你接纳我们 并周公在我们里面 愿虚晃离开教会 彼此说实话 从而让教会成长 得以建立 并以美好的姿态 呈现在主面前吧 让我们为此同性和一的祷告吧 我们能理照 我们的编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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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一个事实的 自己走过到 我们的编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们作为主的身体牢牢记住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事实 我们已经抛弃了旧人所属的虚伪和谎言 现在让我们以主的品性逼自己真实诚实来沟通和帮助对方 愿意借助仇底的虚伟愿离我们 让属主的真实和圣洁的真理在我们里面运行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请站起来让我们一起唱 我们都要做敬拜者 不仅是教会的礼拜 我们的生活本身 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 我们是用灵与真理 向上帝做礼拜的 我们一起来唱一下 我们都要做敬拜者 这个赞美 我们 모두 예배하는者 되어 온전히 영과 진리로 주를 예배하자 主가 우리와 함께해 영원히 함께하시고 마르지 않는 샘물로 우릴 채우시리 우리 모두 예배하는 자되어 온전히 영과 진리로 주를 예배하자 주가 주가 우리와 함께해 영원히 함께하시고 영원히 함께하시고 마르지 않는 샘물로 우릴 채우시리 우리 모두 예배하는 자되어 온전히 영과 진리로 온전히 영과 진리로 온전히 영과 진리로 주를 예배하자 주가 우리와 함께해 영원히 함께하시고 마르지 않는 샘물로 우릴 채우시리라 우리 모두 우리 모두 우리 모두 예배하는 자되어 온전히 영과 진리로 온전히 영과 진리로 우리 모두 예배하는 자되어 온전히 영과 진리로 주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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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우리와 함께해 주가 영원히 함께하시고 마르지 않는 마르지 않는 샘물로 우릴 우릴 채우시리 우리 모두 예배하는 자되어 온전히 영과 진리로 온전히 영과 진리로 주가 예배하자 주가 우리와 함께해 영원히 함께하시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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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用掌声感谢上帝吧 如今 愿我们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无限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 与一同献上礼拜 作为主的身体 互相为肢体的 说诚实话的 随着圣徒们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 我们的祈祷 感谢我们的祈祷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感谢给我们礼拜的上帝吧 直到我们分裂事件了结之前 我们要在所有的方面上 要不断地努力 我们要多多祷告 尽好大家的义务吧 大家加油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的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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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 祈祷 我们的祈祷 我们的祈祷 祈祷 祈祷 我们的祈祷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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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祈祷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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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